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12号,星期二,我们的直播开始 昨天那期直播播出的是邓大姐的事情 播出之后,我们有一位年轻的网友,他很聪明,一下子就想到了 昨天7月11号,正好是邓大姐去世30周年 这个年轻的网友的记忆力很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专门我们来讲一期邓大姐的节目 共同来缅怀一下我们这位英雄的老大姐 1992年7月11号,邓颖超去世 所以我就说,我为什么特别佩服我们这些90后的年轻的朋友们 特别是昨天提出来的这个事情的这个网友啊 他是95后 这些90后95后就是厉害 哪一个世纪的90后和95后都很厉害 比如说啊,上上上个世纪 这90后啊,伟大领袖就是90后啊 那我们的恩来同志呢,就是95后 所以啊,我对这些年轻的网友都是充满了敬意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这邓大姐 他为什么老说这么句话 他说我啊 最爱的就是啊 唯一爱的就是恩来 这个话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 公开的这些资料里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秘密 哎 今天我们就共同来讲一下邓颖超的这位世纪伴侣 周恩来的手段啊 我们都知道这毛泽东有三位顶尖级的接班人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 这三个人实际上说起来啊 他们不仅是伟大领袖的手下败将 同时他们也是我们恩来同志的手下败将 啊 并且从这个履历资历啊 这两块来看啊 林彪和邓小平基本上就是周恩来的学生辈的啊 刘少奇呢 虽然跟周恩来属于啊 年龄相仿啊 可是从他的资历和履历看 也无法与周恩来比肩 更重要的是能力问题 林彪这个人啊 要说这能力也不简单了啊 论武 人家指挥过两大战役 从井冈山开始 在军事斗争当中就从来没含糊过 论文啊 人家炮制出四个第一啊 还搞出了一套政变经 把这毛泽东呢 吹捧的是晕晕乎乎的 最终爬上第二号人物 并且破天荒的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党章 可是就这么一个啊 貌似极致式的人物 在他这个人生的最后关头 他做梦都想不到 周恩来已经对他下手了 这个时间段是哪一年呢 公元1970年 就是第三次庐山会议的时候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官方修订的周来传 这里边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 是发生在1971年5月30号这一天 因为从这个5月27号开始 中央决定召开外事工作会议 这个外事工作会议 可不简单的局限在外交领域 它囊括了各省市自治区 直辖市党政军的第一把手 以及外交领域的主要领导人 所以这一次外事工作会议的规格非常高 然而在这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 有一个意外的小插曲 这个插曲呢 是这样的 有人就提出来了 现在韶山已经开放了 接待外宾了 那是不是也应该把林彪的家乡 黄港的林家大湾 作为参观点进行宣传 这个提议呢 也是跟外事工作有直接关联的 无可厚悔 而周恩来的回答非常巧妙 周恩来的回答是 我看这件事情不忙着决定 不请示林副主席就办 林副主席知道了要批评 但是呢 当地的同志 应该把黄港那个地方的抓革命 促生产搞好 把林家大湾的各方面的工作做好 这番话说的是滴水不漏啊 你说周恩来不同意吧 人家没有不同意 人家是说这件事情不忙着 不忙着做 而是首先要把林家大湾的啊 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搞好 然后呢 我们还要请示林副主席 你要说他同意呢 啊 他却告诉大家不忙着去做 所以这两点 你从哪一个方面都找不到周恩来的错处 其实这件事本身并不完全反映出周恩来在处理问题上的元素 而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基本点 什么基本点呢 就是说周恩来这个人是高层政治舞台上的头号大导演啊 总导演是我们的伟大领袖 那么首席大导演就是我们的恩来同志 或者叫副总导演都可以啊 而作为高层政治行情的排名第一的操盘手 也是我们的恩来同志 因为1971年5月30号 这个时候啊 大多数人还在梦中呢 而周恩来等极少数人 已经看出了苗头 两军对垒相当明显了 其实周恩来的这种啊 这种 历透纸备 入股三分的这种观察力 如果仅仅是举这1971年5月30号的这个例子 恐怕还不能说明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1971年9月13号 林彪事件爆发 也就是说不到四个月之前 周恩来闻到了味儿 好像还不足以说明 我们的恩来同志 能够荣英那么重要的头衔 头号大导演和第一操盘手 所以刚才我提了一个头 公元1970年 1970年 1970年这一天 1970年8月25号之后的一天 周恩来和他身边非常亲近的一个工作人员之间的谈话 让我们了解到 周恩来的布局确实是 林彪夜群夫妇 做梦都想不到 这个事情呢 是周恩来的保健医生 张佐良先生 专门回忆的 他提到了这个时间点 他说 在小组讨论会停止期间的一天下午 周恩来和他之间展开了一次对话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九届二中全会是8月23号正式开幕的 到了8月25号 毛泽东对林彪说了一句话 说我劝你也不要去当国家主席 谁坚持谁去当 就此呢 停止了小组讨论活动 换句话说呢 张佐良提供的这个时间点 应该在8月25号之后 就在这一天下午 周恩来散步的时候 突然啊 问到张佐良 说你知不知道 你有一位同行也在这里 所谓的这里呢 指的是江西 张佐良不明究竟 周恩来呢就说了 小赵 保健护士郑书云 在江西干校 离这儿不远 但是张佐良不明白 周恩来为什么突然想起 这位保健护士的行踪 所以周恩来又走了一会儿啊 以非常惋惜的口吻 对张佐良说了一句话 我告诉你 邓小平就在山下 本来这一次 他是可以上山来的 这是张佐良回忆的原文啊 公开史料 哎 那么这段史料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换句话说 周恩来啊 周恩来啊 已经开始布局了 啊 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王立啊 曾经有过一个回忆 他说毛泽东跟他讲过 毛泽东亲口说 如果林彪将来身体不行了 我还是要把邓小平请出来 至少是常委 但是这个回忆呢 是仅限于王立本人啊 其他人人家没有回忆 所以这个回忆呢 可以说是孤正啊 也可能是王立在出狱之后啊 被解除关押之后 这个吹捧邓小平的一段回忆 可是张佐良的这个回忆 啊 因为现场不光是张佐良 还有其他人 并且这本书呢 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啊 那么这个回忆 就足以能告诉我们 早在1971年5月30号之前啊 周恩来对于林彪的结局 已经有一个严重的预感了 而这个预感无比的准确啊 那么如果仅仅是张佐良这么回忆 还不行 我们再来看 邓小平的年谱 这是官方修订的 啊 九届二中全会在九月份啊 九月上旬结束 邓小平当时正正在参加这个工厂方面的劳动 很辛苦 可是他从收音机里边听到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公报 马上 动笔 给汪东兴写信 而之前 邓小平 与汪东兴的联系 已经中断了 邓小平的年谱上明确记载 九月十三号 邓小平 置信给汪东兴 并请 汪东兴 转达自己的主要意见给毛泽东和中央 邓小平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保证自己绝不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 毛泽东对这封来信进行批阅 并转林彪周恩来和康生阅 就是说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传阅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老邓早不写这封信 晚不写这封信 可是到了九月十三号这一天 终于写了这封信 而一年之后 他的死对头林彪走上了绝路 这些时间点我相信都不是偶然的 而另一个时间点就更有意思了 11月28号 邓小平专案组 传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 这个指示呢 就是关于邓小平专案组的一些重要材料 要报送给周恩来和汪东兴 因为邓的专案组的主要工作就归周恩来和汪东兴来主管 那么几天之后 周恩来批示给汪东兴 周恩来说了一句话 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时 已将这个人从专案组撤销了 邓小平下放显然不是1970年 而是在1970年之前的几年里 我们的恩来同志是博文强绩 任何一件小事都逃不过他的记忆符号 可是邓小平在下放的时候 就已经从专案组里边被撤销的事 为什么到了1970年11月28号之后 周恩来才正式的告诉汪东兴呢 这个时间点我相信也不是偶然的 那么好了 上述的这几件事情 按说都非常重要的体现了周恩来与邓小平 这对革命战友的深厚的友谊 尤其是这周恩来提示汪东兴 要把邓小平从专案组的名单当中撤销 可是呢 这个黄黄若干卷的周恩来年谱 却一个字都没有记载 包括刚才我一开始提到的5月30号 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周恩来针对林家大湾的那番讲解 这个周年谱当中呢 也是一个字都没有讲过 那么同样的事情 在林彪身上发生的同样的事情 早在公元1962年 也在刘少奇的身上发生过 啊 这个高文谦先生呢 写的晚年周恩来里边 有一段是专门描述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期间 已经闻到了不同的味道 虽然没有人告诉他 因为恩来同志在这方面 从来都是无师自通的 啊 这也就是伟大领袖 这辈子啊 一直敬佩他 敬佩到必须先把他送走的主要原因 啊 而另外一个 啊 回忆 则更让我们看到恩来同志的厉害之处啊 这本历史在这里沉思啊 一共是六卷本 收录了一批啊 高干子弟 高干子女 他们的回忆 主要是回首那段啊 非凡的岁月 这个第一卷里边 收录的第一篇文章 就是刘少奇的后代 写给工人日报的一篇著名文章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啊 主要呢 是回顾他老爹刘少奇挨掌的 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这里边呢 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 1月13号 就是公元 1967年1月13号深夜 毛泽东最后一次见了刘少奇 啊 这个过程 我已经多次给大家讲过了 这里不重复 那么1月16号这一天 也就是毛泽东接见周恩来 啊 接见刘少奇之后 第三天 半夜12点之后 啊 已经很晚了 周恩来突然打电话 给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 周恩来打电话的内容 刘少奇的后代 回忆了一下啊 有这么一句话 周恩来说 光美啊 要经得其考验 哎 就这么一句话 但对于王光美 他们来讲 啊 在当时的那种背景下 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啊 所以呢 刘家的后代 啊 引述了一下 王光美在现场的 一句心里话 说总理啊 你真好 啊 恐怕这句话 是发自于内心的 哎 因为什么 因为刘家的后代 是这么说的 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信任和同情啊 一句话 一句话激起了妈妈心中的千言万语 哎 这段回忆更有意思 其实1月13号深夜的这次最后召见 毛泽东为什么要见刘少奇 这个答案已经不言自明了 而1月16号深夜12点 周恩来给王光美打的这个电话 就更有意思了 啊 如果换成我们普通人 恐怕不免要说一点这个 啊 比较粗糙的话 啊 比如说我们会说啊 光美同志啊 啊 你要经得起考打 啊 哎 这样的话呢 说出来之后非常的不好听 更容易呢 啊 导致当事人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联想 可是同样的话 放在了恩来同志嘴里 就一下子不一样了 人家叫经得起考验 哎 明明是考打 却变成了考验 而这句话呢 你在若干年 年之后 从哪个角度理解 也都可以 啊 你说是周恩来在报警 可以啊 这说明王光美他们即将被抓捕 啊 也确实 也确实如此啊 这个1月16号之后 王光美他们真的就被抓起来 啊 说他是报警可以 说他是啊 刘家的后代所讲的 同情 因为没有人再给刘少奇夫妇打电话了 人家只有周恩来在打电话 啊 而且还告诉你要经得起考验 只有自己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才配用这种词啊 啊 因此啊 你看看 咱们的恩来同志啊 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传递出最重要的消息 而这个最重要的消息 在我们阅读理解之后 我们不能不把最佩服的目光 射向恩来同志 太厉害了 啊 别说王光美 这些当事人在现场 被感动的一塌糊涂 就是我们这些后来者 这些普通人啊 没有经历过革命红炉的熔炼 我们在若干年后 看到这些没有感情的文字的时候 啊 我说的这个感情是没有那种现场感 感感感受的意思啊 就是看到这些啊 文字的时候 我们都被感动了 啊 从这个邻家大湾的布置 啊 从这个 告诉邓小平专案主的这些事情 啊 从这个对王光美说的这么一句话里面 我们感受到恩来同志 时时刻刻 把握着时代 最前进的 啊 最先进的啊 最奋进的 卖拨 一般人根本 没戏啊 没戏 完全没戏 那么这些大人物啊 王光美啊 啊 邓小平啊 刘少奇啊 林彪啊 这些大人物 我们说完了 我们来说一个小人物 其实呢 这个小人物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小人物 那也是正牌的高干 啊 这个按照中央办公厅下达的文件 这个小人物 那是享受副部长级的医疗待遇的 啊 而且这个小人物 而且这个小人物 他的背景必须要介绍一下 这个背景非常不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女同志 在他恋爱结婚的时候 惊动了伟大领袖 伟大领袖亲口吩咐自己的机要秘书 叶子龙 说叶科长 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要成立一个促进委员会 叶子龙当时就懵了 说这什么意思啊 干嘛成立这个促进委员会 伟大领袖说了啊 你搞一个促进委员会 要抓一个重要的问题 啊 你要促成这两个人结婚 不仅要结婚 还要生孩子 哎呦 叶子龙一听 这人是谁呀 啊 能把主席的大驾给惊动了 哎 就这么一个非常有背景的小人物 他在那段非凡年代里的遭遇 以及啊 他与周恩来之间的这种特殊的交往 更能说明我们的恩来同志 完全配得上 高层政治舞台 首席大导演啊 和高层高层政治行情的第一操盘手的荣誉称号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邓大姐啊 这一辈子只爱恩来一个人 什么叫目无余子啊 这个就是 因为跟了恩来同志之后 你再看其他的老爷们 那都不叫老爷们了 啊 没法比了 啊 开着火车都追不上 而邓大姐清除于蓝 胜于蓝的啊 那个做法啊 比照恩来同志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的那个做法 邓大姐人家早在公元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时候 就已经率先垂饭了 所以你说这对夫妇 他们谁是影帝 谁是影后 不好轻易下结论的 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在邓大姐去世 30周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缅怀一下 这位老大姐太厉害了 啊 不服都不行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啊 感谢朋友们 上来点赞收看和收听 欢迎大家关注温相会员节目 经常有更新 再见